大家好,我是凱俊 歡迎收看特爾戰矯正班 今天是新片,威廉片 威廉的排位是金牌2 那我們就開始吧 防守的問題我比較沒有看到幫隊友 因為亞新卓這隻角色 他是很好幫隊友的角色 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因為變成雙排了還是怎麼樣 你變成比較依靠你的夥伴 你在後半段你最常說的就是 你要跟我講A點發生什麼事啊 可是其實有時候他也許有講 然後或者是他真的在對槍在忙 然後還有有的東西是小地圖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前半段防守的前半段都是站B點 但是我隊友都回報很快 但是A點我就是剛隊友馬上回房的時候 我瞄了兩眼地圖 A點根本什麼事沒發生 我就下了一顆煙 然後什麼事都沒發生 然後我隊友就回房 然後就變成我一個人在B點很尷尬 就是我是應該看口 還是應該躲死 還是應該要防邊線 還是說我跟著回房乾脆B點不熟了 就是會變得很尷尬 嗯沒有關係啊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是看的時候再直接那個就好 我就不太敢看地圖 主要是發生那種情況 我就不太敢看地圖 那就直接開始吧 其實這局我問你 你平常煙角都玩亞星爵嗎 還是其實你是突然想玩 平常 平常我的煙角就是亞星爵跟龍門而已啊 亞星爵跟龍門 比較常玩就這兩隻 那你這場是不小心補到煙 還是你進來就說亞星爵 呃 不小心補到煙 就是剛好剛好你在V我的時候 我剛好在在進遊戲的路上 然後我想說啊進遊戲就順便錄 這樣子 其實你V我的時候我剛好補到亞星爵 在這張圖 因為我其實是不怎麼玩煙味的 除非補味 我也不 我也完全不會去選手衛 因為我不喜歡打邊線的感覺 打邊線就是 要注意的地方很多 然後又隨時都很緊張 然後你又有時候真的對槍對不贏 很無力的感覺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打邊線 所以我完全不會去選守衛 然後去選煙角 我這本還會選亞星爵 是我發現 欸我隊友四個選鎖了 然後沒有人可以打邊線 然後又少煙角 所以我就去選 我就去選亞星爵 不然我應該 通常這張圖我會選MIPER 或者是HARB這類的 就是比較大的 強的 問你一下 你不會玩不死東嗎 會 那你知道這張圖 不死東比較強嗎 還是不知道 我知道 但沒有人 就沒有人可以走邊線啊 沒有關係啊 重點不是那個問題 是 我們用VALOPEN來講好了 你知道這張圖 其實打B點就比較還好 打B點亞星爵 我反而覺得還蠻強 可是你知道打A點亞星爵就蠻弱的嗎 對啊很弱 你有感覺到你的煙 永遠都只能夠下 我看你都這樣下 對啊 這樣下 我就要依靠 依靠Shower的人 一定要打下來啊 對啊 這樣下也不是不行 就像你說的 一定要靠 找糖這邊的人 幫你這樣吃進來 然後 幫你幫你把這邊清起來 其實 下次還是玩不死東 因為我覺得這張圖打A 你沒有三顆煙 這是什麼 這是他大招 翻錯了 你沒有三顆煙 是比較弱的 因為正常啦 如果有人站在戰車上 假居 那就是三顆煙這樣下 那如果沒有人站在戰車上 假居 就是三顆煙這樣下 至少這樣下 你找糖的人 也可以比較安全的吃在這裡 這裡的A小的人 也可以買好這裡啊 然後不用 不用太管右邊 可以專心的往U裡面去吃 可是你今天如果少了一顆煙 那 變成說 早糖這邊 第一個要過 要進來這裡幫忙 就會先被這裡的人擋住 就是如果你們同步進 對 你一定要讓早糖的先打 所以說 這張圖 一定要讓早糖先打 然後 我們 A小的再進 那這樣就讓你的遊戲變難玩啦 有沒有邊線 我覺得不是重點 因為 邊線這種東西 真的願意打的人 你讓聖騎去打也可以 就算他是一個聖騎 他不補血 我覺得也沒差 雖然說他已經選聖騎了 可是本來聖騎那個位置 那個守衛的角色 就大部分都要去邊線嘛 那他今天就算是聖騎 他去邊線 我覺得也沒差 他打死一個敵人 還可以回血 除非他有大招在跟著隊友 他沒有的話 打邊線 我覺得都可以 就 你看打到最後 甚至你們隊的KO跑去打過邊線 我就看不懂 一個先鋒跑去打邊線 但是這也沒有辦法 可能 所以我就去打組部隊啦 對 那重點就是 你要知道 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 你選隊的角色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不管你們的陣容怎麼樣 你今天補煙 我就是覺得你要補布什東 OK 對 就是 我一直以為 就是這張圖 我一直以為 布什東就是一個很合理的煙角 對啊 就這張圖 是布什東比較強的 唯一他能玩的圖 我一直是這樣以為 但有一天呢 我跟我朋友去打了一把 銀金場 很妙耶 那一場打到這張圖 兩邊都選了歐盟 我才發現 對啊 這把歐盟就很難受 除非出雙煙啦 不然我覺得這張歐盟 應該會很難受 重點是在什麼 重點是我們這些 就是 我們覺得很正常的東西 原來在一些 真的 動用比較低的人眼中 會覺得 這個是他們不懂的 怎麼會有兩邊都拿歐盟的問題 我想說一邊已經很誇張了 我們對選歐盟 我已經覺得 哇這場要怎麼打 然後對面又選了歐盟 這其實以 這張圖的性質來說 除非我們都打B 我們永遠都只需要兩顆煙 而且有時候打B 也不只要兩顆煙啊 你這個護卡搶不到的話 你要進點 還不是要這樣煙 還有第三 對 那對 那你這樣 只有兩顆煙的煙角 就比較烈 除非你雙煙之類的 但是就沒有嘛 你們鑽石超凡場 都不太一定會有雙煙出現 我是覺得 如果單 單初微復或單初夸薄 這樣子可以嗎 我覺得微復單初 我自己會這樣拿 可是 單初微復不強啊 微復這隻角色的缺點就在於 他沒有辦法打得很辛苦 對 他這樣切下去了之後 隨便切我不會玩 他就切了一個牆之後 你要轉B點 這個牆沒有辦法收回來 所以說 微復我不建議單初 以前 這張微復我有練 我有練那個 Q的丟法跟 Light Up 其實 這樣都有練 有練 我原本 這張都是出微復 這樣子 有練也不是說不行 單焉 因為 我有一部影片教過一個 微復的毒牆 是可以從 這邊一路這樣卡進去 你有興趣可以去找人看一下 可以一路這樣卡過來 他至少可以擋到三個口 然後你的微復就可以 你得 微復就可以一路這樣下完牆 再趕快跑過來 然後 再丟一個Q在這裡 這個都是我 我有找過點位的 其實 防守他要一個人 煙全部的點 他也是可以做到 真是 但是進攻呢 就會變成說 你可能要比較會判斷 其實真的單焉微復也沒有什麼問題 重點就是你要確定 這一拍 隊友要進了 我在下煙 因為你玩不死東西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如果隊友要進了 你三顆煙都丟完了 可是打不進去 可能在這一塊被擋下來了 在找糖要出的時候被擋下來了 那我們還不是要轉點 還不是沒有煙 所以我覺得其實 單焉微復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 單焉微復應該是 不怎麼會去打一波 一排 就是一波進去 呃不一定 就 你沒有辦法控制你的隊友 你選了 他還是有可能會Rush 對吧 所以你還是要把一些 點位練好 例如說 我們今天要打A點 我要怎麼樣一個賭球 一個賭牆 然後把A點卡成 我們比較好進攻的 或者是B點 你如果都練會了 其實單焉微復我覺得 龍錯率比較低啦 但不是不能玩 但我盡量還是玩不死東 如果你喜歡玩微復的話 就可能是會比較 條件會比較嚴苛一點 就任何的 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我玩不死東 就覺得他那個Q完全沒有用到 就是拿來擋人而已 火火 你可以去練一些Line-up啊 你會練微復的Q 那微復的毒液 你會嗎 Q跟C是 是同一個點啊 對啊這個 不死東的Q跟微復的這個毒液 是同一個點 有一個 有一個Line-up是 你站在這裡丟 你可以丟到這裡啊 那個是微復的 我原本是出微復Line-up教學的時候 我去練的 後來我發現不死東也可以用之後 我玩不死東 我很常會秀這個Line-up啊 這個很實用啊 這個基本上你站在這裡丟 你有大招 這一局就是你們的 沒有大招 你有這個 然後再配一個隊友 可能卡在這邊 還是再一個隊友卡在澡堂 基本上這個包 你們三個人就夠熟啦 我自己是覺得不死東的Q 你不會用絕對不是不死東的問題 是你要去練一些Line-up點 很好用 甚至有的可以從這裡丟到這裡之類的 從這裡丟 從這裡丟 都可以丟到淡點 你去練的話 很多點位可以用 因為其實我練了Line-up 因為我是玩 我是玩線風的 Line-up點位有點太多要記了 沒有沒有 像不死東 你就記那種最簡單 例如我說這裡 你就AB點各記一個就好 不需要多 像這個就是微復跟不死東通用的 你就可以去學一下 你可以去查一下 你都可以直接來Line-up這邊找 你就來這邊點 點這一個 然後他就會教你要怎麼丟 這個其實都蠻好丟的 你就自己來學一下 真的不知道的話 應該去看我這張地圖 新版捷徑之地的2 微復Line-up 基本上我教的毒液的點 都是不死東的Q 可以丟的 蠻多的啊 到處都有 還有從B點丟到A點的 所以要玩單煙微復 我覺得不是不行 但哈伯 哈伯也可以啦 但其實出到哈伯 這張圖出到哈伯 就沒什麼意思了 這張圖你最多就微復跟不死東吧 最好可以雙煙就雙煙了 就是... 沒有啊那個 這張圖出哈伯配那個斯凱很強 我直接5排的時候 跟朋友玩過 出那個海鳥很猛 可是... 你今天 大部分 你會5排 上分嗎 大概還是 單雙比較多吧 5排 對啊 所以還是練一些 你平常單排就可以用的角色 唯一推薦這樣圖 我唯一推薦 不死東 亞星佐也許會玩的人很強吧 但因為我真的沒有專 專研亞星佐 然後加上我看你這整場 我是覺得 還是玩不死東好一點 你說你 對 玩不死東Q不會用 那我直接 講吧 你這一整場 你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 你的Q跟C都很少用 你從頭到尾就只有丟煙而已 基本上你很常一局打完 都還有兩個星體在 除非你已經把它點完了 不然你如果沒有用 基本上都是 只下兩顆煙 我沒有講出來 最多再補第三顆煙 你根本沒有用C跟Q 那這樣 你玩不死東 你玩不死東不是更好嗎 對吧 所以你如果要說不死東的Q 不過C跟Q沒用的是那個啦 只有這一把 這樣子 因為我實在搞不懂 我那盤隊友的節奏就是 欸 就是他們突然就是那個 完全 完全不給一個聲音 不給一個情報 連我上排隊友都不 都不跟我講話 然後就突然就 沒事沒事沒事 全部不是衝進去送頭 或是直接打一個 你等一下看到 你等一下看到後面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我不會覺得是你隊友的節奏問題 很多時候是你自己都沒有注意到可以放 我們就直接看吧 沒關係沒關係 你還不知道要怎麼投稿矯正班嗎 不用擔心 現在投稿矯正班超簡單 我製作了一個Google表單 給各位想投稿的觀眾朋友 你們只需要點擊影片說明欄的這個表單 然後進去把該填的都填完 就投稿成功啦 也要記得加入我的DC群喔 這樣才方便與你聯絡 怎樣你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歡迎投稿喔 今天的威廉片第一集就到這裡啦 因為我們前面都在討論有關地圖與角色的部分 所以連片段都還沒有復盤就結束了 第二集就會正式進入復盤片段囉 各位可以期待期待 威廉講話應該跟古董有一點點像 就是會一直狡辯 那也請各位就是留言的時候 下手輕一點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喔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打っていう kita 1,2,3 分別的前些 一張 在0,2,3 3 4 3 5 4 5 6 7 6